欢迎大家来到绍兴客桥三家鸡村 方圆 华丑老师 早上好 宋方圆 中国内地女演员 咱好 敖犬 嗨 走 火烧哥 敖犬 华语流行男歌手 演员 集合喽 来啦 集合喽 快点快 太难了吧 而且行动很不方便 听不见了 千年潮未落 风气再感分 绿水微移 青山相笑 草木繁盛 花鸟为林 将山水与城乡融为一体 全域旅游 在柯桥欲发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十里不同色 村村有韵味 这一次 宝藏团将走进柯桥的各色村庄 寻讨 满目绿乌鸟 无处不逢花的蓝香堂地 了解闲置农房激活计划 如何唤醒沉睡的村庄 走进县之后裔 感受文化旅游 新隐情 从全域可游到全域畅游 宝藏团将在柯桥 迎接怎样新的惊喜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唐地村 首先你们将兵分两路 寻找这里的宝藏书记 跟随他开启寻宝之旅 好的 办公室现在在这 是吧 党主书记都在这 是 应该就是 哇 荣誉墙 这么多荣誉 全国乡村振兴食堂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 浙江最美村庄 嗯 嗯 真了不得呀 那是什么呀 蓝应该是兰花吧 应该是 哦 还真是兰花 兰之源 哦 这兰花分那么多种啊 我刚知道 好 河版 水仙版 齐多版 塑星 不关注的人真的还很难分 哦 兰花还可以吃 兰花可以吃 你看 食用 爱泡茶 还可以入药 养阴润肺 清热解毒 是个宝贝 你 呦 这是还原的花农 这花农也长得太真实了吧 你好 大爷 多大了 你辛苦了 身体好 哦 那你看 这是刘建明 哦 全国人大代表 哇 哇 也是高级工程师 哇 这算是书籍 咱们要找的就是他吧 嗯 在哪呢 我们去问问看 走 咱们在那边看看 哎呀 你看人家多好啊 快过年了 这灯笼都挂上了 哎 真是有年味 我估计这里过年了 肯定更热闹 哇 好干净啊 这个 你看地上一点垃圾都没有 这太像景区了 只争朝夕不复韶华 浙江省三级景区村庄 我就说这么像景区呢 这么好 这里真的好棒哦 这边感觉很富裕的感觉 对 你看这家这太棒了吧 这个 百花园 欧美风情 你看它 它还有那个五颗心 庭院整洁户 好好啊 美丽庭院示范户 天哪 规划得好好 这哪里像乡村 唐帝村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西部山区 全村一千五百零九人 年人均纯收入 超八点五万元 是柯桥藏富渔民的典型 吃云 离竹满目绿乌芽 堂地无处不逢花 如今 全村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 被用于种植花木 百分之九十五的劳动力 从事花木产业 是名副其实的绍兴花木第一村 您好 对不起啊 打扰了 请问一下 刘建平书记在哪儿啊 刘司监那边呢 哦 哦 谢谢啊 谢谢 在这儿 刘司监 你好 刘司监您好 可找到您了 你好 您不是书记吗 怎么想着跟大家 带头打扫卫生来了 本来也比较坚静的 但是我们还要再打扫一次 我看你们这儿确实是干净 很干净这里 很干净 像都是新的一样 我看现在了不得 现在全是家家户户都大别墅了 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给小羊楼 哦 户户有小汽车了 户户都有小汽车 还有小羊楼啊 哼 还有地方还有地方盖小羊楼 咱们也来点 呃 现在那个土地也比紧张 哦 对对对 哎呀 他们说您可了不得啊 哪里啊哪里 这个 当了书记以后带领了全村致富 当时我们一直走出去比较早一点 那时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走出去了 十四五岁就出于创业了 哇 那当时也是做这个跟花木有关吗 主要就是我们把这里的那个 山庄挖下来的 那个花了 到上海了到东北了去卖 那咱们现在主要是种什么为主啊 就像我们是花木为主 花木呢是我们的主要产业 哦 所以主要产业的话近百分之八十嘛 哦 来花近总的量当中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是我们的特色产业 花跟木都算在这个当中吗 对对对对吧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价值比较高了 就是这个松树嘛 啊也是是有盆青以来的 那这个价值多少钱 哎 这个没什么二十多万嘛 哦 哦 哦 我把他摘回去 见证有份 这 哈喽 哈喽 刘叔毅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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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来长进给他们介绍一下 给他们讲一讲这是什么 这个是松树 松树 看得出来很贵 一颗多贵 你你猜这个多少钱 一颗 一百万 一百万 这太多了 太夸张了 太夸张 这个二十 二十万一颗啊 这种子哈 还是你们种植有什么 一个品种也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它是 它有年费的呀 哦 我们现在有什么 您可以给我们看看的吗 听我们的那个特色产业 什么 叫做兰花 哦兰花 行那走 咱们去看一看好不好 好 走吧 这就到了 到了 这圈子我们唐地的那个兰衣鬼 兰花的培育基地 我看这好多都是吗 对对对 唐地村共有三万余亩的花木基地 兰花是唐地村的一张精明片 当地培育的兰花品种繁多 有春兰 惠兰 墨兰等一千多种品种 设设设计 国内外国内外的中国春兰样品园 惠兰样品园 惠兰样品园等兰花基地 每年还会举办兰花节 吸引国内外兰花专家和爱好者前来参观参展 让中国兰花走向国际市场 这有多少啊 数量的话 几十万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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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盆的价位大概是 一百多到那个几万 这个这个是科技兰 科技兰 科技兰 什么叫科技兰 科技兰 意味着乔中 我们是大批量生产的 不是纯通的兰花 纯通的兰花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量 你们好 嗨 你好 您这是忙什么呢 我在准备跳大科的花 准备分猪 那咱们去下面学习一下分猪呗 走 咱们这边分分 这是怎么做 这个就我们分几步 首先我们就是做好这个消毒的工作 还要先消毒 因为兰花最怕就是细菌感染嘛 在分苗的时候 我们也要戴一次性的手套 要量体温吗 进来之前你没做核酸吧 做了 对对对 我们在分苗的时候 一般都是分植母苗 植母苗 就这个是去年发的 今年长的新鸭 将两苗一个结构为主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要给它分苗了 先稍微把根能捋的把它捋顺一点 然后再找两苗之间的这个缝隙 然后用剪刀我们是一颗兰花一把剪刀 不能交叉 不能交叉 防止的是就是这颗兰花万一有细菌 我剪过以后 下一步再去剪一颗健康的 那么就是感染了 感染了 就这样 所以一颗兰花我们一把剪刀 这样就分好了 这就是分出来的一株 分出来一株 这单独就种了 下一步我们要杀菌 防止这个伤口的感染 这个是我们发挥里面在用的一个杀菌剂 把这个伤口给封住 就这样子就起到一个杀菌作用 像做手术似的 对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种兰花了 这个是左手要给它固定住 定位定好以后我们再加土 这就行了 下一步我们就放肥料 只要撒在棚面上面就好了 下一步就可以浇水了 浇水 这还有很多小朋友 这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 他们是学校组织过来的 学习有懒 学习怎么种植兰花 那我们让孔雪原试一试分株 你找一个最贵的 一会儿万一分坏让他买了 好嘞 好的你看 好的 哈哈哈哈 不行 我手很笨的 有掌镜的手巧 有掌镜会弹吉他 哈哈哈 手巧的来是不是 对 干啥呢你 哈哈哈 没什么手巧 哈哈哈 带个手 都不 你是咋弹的吉他 哈哈哈 等一下 嘿嘿嘿 拿一株 一株 一株 先找到连接点 连接点 嗯 好像考试多逼的时候 快点找啊 连接点 不是把它拧断 不是把它拧断 真的非常好 你怎么理 你看这还有根吗 这是连接点吧 对 对吧 这就可以下刀了 刷刀怎么下 剪刀 剪刀啊 那个是用过了 那个是用过了 用过了不能用是吧 一株兰花用一把剪刀 哦 哦 怎么剪啊 怎么剪啊 就把连接点到剪开 没事的啊 没事你剪下去 我我我没钱赔哦 嘿嘿嘿 他们已经在涂药了 好 哦 哦 哦 OK 过去 对 对 对 差不多 对 哇 好 涂药了 涂药了 对对对 这样可以 放三分之一的土 然后再放肥料 好了 好了 好 浇水了 下面那边去浇一下水 然后我们也去浇水 咱们一天要分多少株啊 一个人差不多一天 分个一百盆的样子 哦 对 我们现在有专业的分苗的工人 专门种花的工人 哦 现在都已经放开了 对 所以就支付了嘛 对 兰花我们洗的都是宝 你们折一折坑一坑的话 我们各家区有很多村庄呢 这种宝藏的东西很多 柯桥正在打造乡村全域旅游 每个村子都蕴藏着宝藏 这里有六盆兰花 宝藏团需要先自行分组进行对抗 每轮任务的获胜组都可挑选一盆兰花 我们会给出一些与兰花价格相关的线索 最终所挑选的兰花总价最高的一组获胜 获胜组每人可通过微博抽取三个粉丝 获得科桥旅游全勉福利 游戏开始之前 每组嘉宾还可抽取一张功能牌 进行任务比拼 游戏还升级了 对 可以啊你们现在 那跟昨天一样 跟上期一样呗 那就跟上期一样 要 我想赢一次 我想赢一次 来吧 康源 那是赢不了的 来 接下来请各组派代表 抽取自己的功能牌 可以吗 是吗 是吗 你先说你抽的什么 锦上天花牌 某项任务完成可 多获得一盆兰花 哇 我们抽到的是偷天换日牌 哦耶 你们挑啊挑 你们挑贵的 我们给你偷天换日 我们拿过来 偷天换日 锦上天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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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花索 同学 同学 你身边你俩都比你玩得好 你看看 你真 我的 我的那个 舞蹈老师 好 那第一个怎么玩 诗画双拳游戏规则 每组嘉宾挑选一人来猜 其他人负责接力画画 每人15秒的时间 每一组三题 在全部人画完之前答对 则算成功 反之则算失败 最终每季猜对个数多的队伍获胜 那边有研学的小学生 你们可以邀请他们参与这个游戏 每个组只能选两个小朋友 宝贝们 宝贝们 快来 排队 你 你们好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喜欢兰花吗 喜欢 真好 有人愿意去他们组吗 你们是不是不愿意去他们组 你们是不是不愿意去他们组 不愿意 不愿意 来 再说不愿意 你们是不是不愿意去他们组 愿意 是不是不愿意 对了 你要坚定自己 你想玩吗 点头 那你来吧 好 来 那谁第一个话 我 抽题吧 这我可以啊 开始 计时 加油 那谁叫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慈母手中线 游主飞上衣 好棒啊你 只要关键点给你 你就可以了 关键是这个 谁能看出来呢 写的是个吗 是吧 好 来 进行下一轮 15秒 15 14 13 这什么 8 7 6 熊河日档舞 看你一份下 答对 有点厉害的吗 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猜出来 这是熊河日档舞的 这哪里有熊河 黑梦 那不是有一个像石头 然后他在画那个草吗 这不是把叉子吗 哈哈 这不是叉子吗 哈哈哈 黑梦 熊子姐 看一眼 我是游戏王 我是游戏王 你们俩 我配有你们 还有最后一道题 啊 这什么 哇 哇 哈哈 哈哈 来 下一个 就是这样 完了我好像不记得这句 你除了会换圈 你还会啥狗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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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时节又逢春 哪有这一句 就清明时节雨纷纷 落花流水 哎 无情 架一个人 小朋友加油 有 有 看不见 用这个画 哦 漂亮 好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有画吗 哦 哦 哦 梦里花落之多少 不是 不是 继续 哦 不是吗 五 四 三 二 花落之多少 花落之多少 好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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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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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子起祖 答对三题 还不错 真不错 换鞭 你要做第一个画画的伯伯 哇 好勇敢啊 好勇敢 画画的伯伯 画画的伯伯 找了一只绿色的 一定是跟绿相关 白毛浮绿水 没有 不是 不是绿色 弄错了 干什么 选错颜色 好 啊 这个 这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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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到 下一个 哈哈 哈哈 也是绿 绿什么 绿 绿主 好 主 主 主 绿主 哇 哇 绿主 哇 哇 哇 哈哈 竹 啪 竹棒 棒竹身中一碎竹 棒竹身中一碎竹 呀 对不对 答对一个 漂亮 好的 开始 好 来了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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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鸭掌 荷包饭 好 漂亮 鸭掌递出了两滴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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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掌递出了 鸭掌递出了两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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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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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了 来 最后一道 来了 来了 好的 好的 一个三角形 好的 一个房子 好的 漂亮 房子外面有一个人 屋子外面有人 日 日照相 不是日 除何日照 好大 我 人跟人 人跟人 射箭 射箭 箭 人变大了 垂形 三 这是胡子 时间到 来 下一个 你画得很好 很好 你很好 可以吧 你画 他画得很好 吧 他画得很好 一不了然 他一下点题了 他把这一句最重要的画出来了 画个门吧 又是一个人 又是一个人 家里面好多人 我知道了 您倒是说 我 我要说得出来 我还装什么算的 什么 什么 这一题的答案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 少小大回 猜不出来 实在猜不出来 熊子棋组答对三题 华少组答对两题 熊子棋组获胜 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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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没输过 那么接下来熊子棋组 然后你们获得了一个线索 可以选一盆兰花 什么线索 长得过胖也不行 所以越窄 越小的就越贵 也不一定 长得过胖 是说它长得过胖不行 得找那种 这儿细的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挑了吧 这个的图 你看跟别的都不一样 它这个感觉很 很高级 它这个图 对 你觉得这个最贵 对 那我们选这个 在揭晓价格之前 你们手里的功能牌是否使用 敢不敢用 一定 方远你第一次来 对吧 你刚刚说那个 是要换是吗 换是 都行 他们说换 一定 特留门鱼 特留门鱼 好了 用了 换 你们是否使用你们的功能牌 我们先不用 好 你们自己接价格 等一下 那这份是我们的了是吧 对 这是你们的了 好像有什么开幕式 好紧张 在这样子是吧 它到底是多少钱 好多零 好多 六千块 六千块 这份价值六千块 这还可以 我这还可以 我这还可以 现在 华少组花的价格 六千元 雄子七组 零元 接下来的话 你们将前往 另一个村庄 去寻找宝藏 去哪个村庄 我知道 你们是哪个村的 上王村的 算的 你们是不是 河桥泉域旅游的呀 是的 也是 你们村有宝藏吗 周返 我们是王献之 和王羲之的后代 真的吗 真的 那行 那我们就跟着你们走 行不行 好 走啦 好 小朋友上车 找到位置坐下啊 好的 慢慢走 现在是去你们村子吗 不是 是 我们现在去那个岔路客庄 到那边去上一道美食客 然后 就回到上王村 好 走喽 脚下看路 都上去了 他们这美术 时间地 这么隐秘啊 隐秘的角落 啊 厨房员 哎 约爬山吗 我哪里得罪了 我 不是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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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住村指导员啊 欢迎 欢迎 上面有一个 实践地 可以画画的是吧 对 您这儿的全域旅游 是做的什么呀 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是一个 以民宿为主啊 然后 配合的话 其他有一些 乡村旅游休闲类的体验 那您这是干嘛呢 我今天啊 我陪着他们在这里找那个冬笋 挖冬笋是怎么挖呀 你看我们这个历史物它很专业的 挖到了吗 挖到了 有 你有没有可以来体验一下 来试一试 来来来 它其实是伴随着竹子一起长 来了 听见那个 吓 都要吓 吓 都要吓 挖到了吗 哎呀 挖到了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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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里还有一个 哇 这个植木笋 有空选你可以 啊 这里有一个 我跟你讲 如果尊从口感上来说呢 春笋要更嫩一些 冬笋呢 更有嚼头一些 最近这个保障牌的乡村 我们走到了很多美丽的乡村 帮大家溯源 这个笋有很多制品啊 什么笋干啊 笋油啊等等等等 我在华少直播间 会给大家找到更多的好物 请大家关注我们非戴华百货 帮大家寻找更多的好产品 快乐 好物 悠生活 就来非戴华百货 我们去看看他们画画吧 好的 好不好 让他们画画在上面 这种个美术实践 也是你们民宿的一部分吗 对 没有给这个民宿的话 增添它这个美感 小朋友们来了 游客来了 都可以体验一下 所以民宿是你这儿的宝藏 对 民宿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宝藏 这是我们一条 森林里面的林道 在那里面 我们现在的话就差不多就进到这个村里面来了 岔路口村 位于柯桥区平水镇会计湖上游 若椰西源头 由于该村大量村民外出务工 创业 居住等原因 很多农房开始空闲 有些甚至成了微房 2018年 绍兴政府开始在该村试点 闲置农房激活计划 将农房装修改造成为现代民宿 村民们的老旧房开始焕发新活力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改造成的民宿 这个真的挺好看的 这房子 这大落地玻璃 对 有些早上然后打开 然后看着这座山 你看 多美 对 我请往这边走 孩子们在那儿 是这儿吧 对 是这里 对 孩子们在那边 哇 强慧 下边是可以涂色的 你看孩子们在涂色 这个好有创意 画得好好 吴老师 这个是我们美院新势力请来的吴老师 专门给我们这个闲置农房来增加这个涂鸦 这位好朋友 他们是中国美院 现在一批年轻的了不起医学家 你别看他年轻 个个都拿过省级金奖以上 技术家 这是你们的作品 对 这边是克什山 就是克什山 我们这个民宿就叫克什山雅居 克什山 一个国朝的一个方式 哦 国朝 然后这个单单是留给大家涂色的 对 对 相当于谁来了 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在这儿共同完成这幅画 哇 很有意义 那咱们也来吧 好吧 咱们也来吧 我先涂上面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哇 长进这什么颜色 这是 应原色 这是你的应原色 这是你的应原色 那我要调个雪花的那个来了 这是你涂的 不是 不是 刚刚哥哥涂的 这个牙没画完 我来帮他们画这个牙吧 你们效率还挺高的出来 真的吗 对 好好玩哦 我不想走 我要把这个画完 你们大家觉得好玩吗 好玩 我们在这个墙上已经留下了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墙会了啊 我们今天的话这个民宿就是我们那个宝藏 哦 没有人理你发现了吗 你们倒是回过去 他们 他们都沉浸在这个涂鸦之中了 说明这个环境很好玩 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去年的其他乡村不一样 其他乡村的宝藏都是可以带走的 可是我们这一次就把很多东西经验留在这个地方 每晚都是留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兰花的这个线索啊 我们在接下去的这个过去的路上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线索啊 我们大家这个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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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线索了 哎哎哎线索了 线索了啊 线索了啊 线索了 线索先跟我往下面走 等一下会有的 好 好 那就不能画了是吧 要跟你走了是吧 对 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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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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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不要走啦 哎好好看啊 哎呦真的哎 这里的话也是他们老师他们那个图上去的 然后就可以这样拍照是吧 来来来来来一二三 哇 这个适合雪儿跟方圆来 这是个什么啊 这是一个 这不是箭头吗 两个人在这 哦哦 这个是哎呦对不对 哦哦 这个有这个 哇 这个有这个可以配配中个少年 好幼稚 四几岁的人来搞这些东西 哎呦 哎呦 哎呦这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虹台阶 哇 哇 哇 哎呦真的 哦哦 好漂亮 好好看啊 这个可以踩吗 可以踩 我们还要通过从这个台阶上面啊 你们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线索 哦 台阶上 在哪里啊 哇 这有什么线索 哎 这到一半没有了 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图 把它图上去 等下来大家先来进行一个比赛 什么比赛 双方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涂色 由青年艺术家进行评判 胜者可获得下一个兰花线索 好 就从这里好了 奥犬 你踩的这一节往上是你们的 这个 对下面是我们的好不好 好 来吧 来 开始 那我开刷了 来来来来 这个呢 绿色 直接倒在台阶上 哦倒上去哪 哇这个可以练手臂耶 不过想想我们还可以为当地留下一个网红纪念物 我觉得还挺好的 哇真的 可不过有一天开机过来说 哎这是当年我在那边 对 这是我们画的 我是一格分耍节 我是一格分耍节 我感觉好像在烙煎饼 哈哈 我来这里画个爱心 这个爱心画得很好啊 哇哥你这个爱心画得很对称耶 我常常画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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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也很有爱心 心里也很有爱心 你好厉害啊 敖群老师 我想要旁边画不同颜色 我想要旁边画不同颜色 好看 感觉胜利又是我们的了 行了行了 我们抓一下 他们都涂了两级了 快 哎呦太多 这是我们的作品 这是我们的作品 好了你们时间到了 可以了来 好 好了我们下来吧 我们由我们的艺术老师来评一下一下图的效果 上面那一组是他们的 不用思考了肯定是我们赢了 那个霉红色和橙色借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很好看 对很优秀那个 然后那个爱心桃也是很有创意 好 很不错 下面这一组就更加灰洒的更开一点 然后灰洒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你是智隐艺术家吗 智隐 然后 红色那里 底下有点恐怖那里 没有 红色跟蓝色一样 看到没有 蓝色外面有红色有叠加感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一个艺术 对 但说实话我们下面是比较那种 我觉得活泼开了 明亮感一走到你们下面 略有点抑郁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有深沉的深度 怎么会显得出你们肤浅的活泼 行行行行行 衬服我们就好 总体而言综合颜色创意 对 以及你们的认诚程度 对 上组更好一点 重拍 好今天来不及了 我们明天重拍这一段 把这个线索交给你们 好 我们的线索是 红色极花很吃香 哇 你们现在可以选一盆兰花 盆是红色的只有 行 他 确定啊 我们用卡就有两盆 啥卡那张 锦上天花卡 锦上天花 再多选一盆 喊出来 一二三 锦上天花 好 好失败啊 这样可不可以是在启动失败 我们一致认为这盆很好看 这盆 我们要这两盆 是否确定 确定 好可以打开你价格 多少 四千 还好 还好 目前我们还领先 一百 两百 二十 不能反悔 三百人我已经看到了 好 好 各位观众 到目前为止 这一集喜利温宝藏的乡村 我们什么也没有赢 但是我们领先 很 很不好意思啊 嗯 我赢了两句 我什么用啊 太生气了现在 你们那个好厉害啊 锦上天花 天花 我们被笑了 我们去找孩子们 孩子们要带我们去他们那个 上王村的快点快点 他们应该上完课了走 到了吧 哎 你好你好 欢迎 老大人来了我们上王村 你好我是华盛你好 你怎么称呼 我姓王 称里的书记 哦王书记 王书记好 我们上王村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称 哦 庚图文化和那个书画文化是我们的宝 这就是我们的池塘 哇 哎呦喂 哎呦 这个庙 相传呢 这王氏一满细出东京时级著名书画家王羲子的六子 王先知 我们是先知的后裔哦 人知书 信本善 信相近 习相远 苟无教 信乃迁 仰无教 复之过 叫不言 诗之舵 非常棒 好 好 好棒 今天上午我们在那个庞里村呢 是看了兰花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 就要写一个兰字吧 兰 哦 上面呢草德房 那个门字呢 它里面呢是东方的东 既然是盘体字呢 那么我们也要就写这种盘体字 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记住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写吧 好吧 最主要叫这个门字啊 门字 繁体字和简化字不一样 看小朋友写 哇你写的太好了 你几岁开始写啊 一年级 对 哦 同学们 男子学好了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吧 下课以后呢 我们就 来做一个游戏吧 哦 我们接下来的课间游戏 叫 君子同心 两组嘉宾 每组各搭配小朋友 六人为一对 需要一起使用特制的毛笔 每人各抓一根绳子的末端 其倾斜力 共同写字 完成后 由老师依据所用时间 及完成质量 来评判两组胜负 我们写很多的字呢 时间也不用许啊 那么我想是这样 就是我们做人呢 是要重重隆隆的 那我想我看叫做写重隆吧 要过年了 那么叫做喜新戏分 那么叫写喜乐吧 重隆喜乐 大家说怎么样 好 好 等一下我们说一下啊 黄老师 请问写繁体字 在你这里会加分吗 主要是看字的好坏 就繁体字 兼体字无所谓对不对 对 先讲哈 你们现在是四千多少 四千三 我们是六千 对 剩下兰花里面 有没有低于一千七的 有 其实我们可能这个赢了 但抽到还是没有赢过 对 没有错 哦耶 从头输到尾 但是目前领先 这是我们的情况 对不对 轻轻松松打喊这一局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我来 我来 我来啊 好 不要动 好 来 踢起来 踢起来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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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好 漂亮 赢了 赢了 非常好 来 走了 来 好 来 好 有了 有了 第一个字起来很好 提起来 提起来 漂亮 好 漂亮 提起来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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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起来很好 加个末宝贝们 往下 对 往下 有了有了 提起来 怎么办 换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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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张就好了 最后一个 完了 老师 换了一个磕蚣 换了一个磕蚣 等一下 这个比刚前来的好 好的 老师已经在安慰我们了 好 用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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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薄了 太薄了 用力 哎呀妈呀 换了个叉 好 完成 多一瓶 漂亮 好 多一瓶 好 好 好 老师 刚刚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从容喜乐 您评判一下哪个组胜 您评判一下哪个组胜 老师不要假装思考这些没有什么思考的必要是 不思赞助 应该是 应该是 不思赞助 特地好一点吧 耶 我没鱼啦 华少佐又获得了一条兰花的线索 你这个话说的不对 什么叫又获得一条 我们一共只获得过这一条 对 掌势喜仁价格优 因为我们是猜最贵的兰花 对不对 这个价格优 应该是指贵的意思 这样好不好 我跟你们赌一下 走 如果我选的兰花 不是三盆里面最贵的 我就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哎 可以 好吧 这个可以 好吧 好想老师刚刚说 不管是怎么样 都会选这个 我是有道理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第一个线索是说 长得太胖未必好 这个我印象当中是 所有看到兰花里面 叶片最宽的 对 那你肯定是跟身材比 不能跟盆子比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那个看起来比较贵 因为你看它的很多图案 哦 它用的龙盆 对 一般用比较贵来装的那个 那个就会比较 哇 瞬间清醒 这样 本来我赢了 干嘛去搞这些事情 我就 我想先 我选 我选这个 我选这个 龙盆 我听友长记得选龙盆 保佑保佑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好好好 圆圆圆 是圆 好有几个零 有几个零 一个零 一个零 空间了 两个零 两个零 一千两百块 是最贵的吧 一千两百块 应该最贵了吧 对不对 这盆不是最贵的 剩下一盆 加上去有可能超过我们吗 有 我们有机会再去 天哪 天哪 就这两个了 真的很难 但是子齐老师临走之前 临走 给我托了一句话 你托了一句话 托付 他说他的直觉一向很准 他一定让我选四根草的 这个 四根草 这是他第一把我们赢的时候 他计较我选 任何女友选他 计较一开始不选 最后也不要选 最后就选好了 好不好 我痛快一点 你们看 一 二 三 一万元 他很后悔 你看他的表情 谢谢你们 过胜组的每位嘉宾 可以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在微博抽取三位粉丝 获得科巧旅游的福利 失败的组也不要灰心 接下来还有一个游戏 是宝藏团的所有成员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 喜临门的员工代表 对抗的游戏 喜临门于1984年创办于绍兴 所以对方有主场优势 如果宝藏团的嘉宾获胜 每位嘉宾都能在微博中抽取两位粉丝 获得相同的福利 也就是双喜临门 明天一早 我们将前往双喜临门的场地 好双喜临门 好双喜临门 这是什么游戏啊 你们好 哈喽 你们好 哇 很多喜临门床垫啊 您好 一看就是领导对不对 领导 这是喜临门哪一款 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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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介绍过M26 软硬度适中 厚度是26厘米 每个都是独立弹簧 今天玩这个游戏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床垫的行业滚压测试标准 是一个相当于1400牛的力 在床垫的中心来回滚压3万次 这是它测试合格的标准 是的 但是喜临门的床垫 来回滚压的次数是5万次 哦 厉害 我们作为东道主 也是希望所有的人 能够通过我们的床垫 能够拥有深度好睡眠 生活有点甜 让生活有点甜 深度好睡眠 嗯 怎么玩双喜临门 宝藏团与喜临门员工分成两队 进行比拼 第一轮三人通过滚床垫 传递20个乒乓球 第二轮两人完成丢床单 并且要将床单覆盖到身上 所用时间交短的一组 获胜 刚刚我们的合作伙伴 所用的时间是3分35秒 好 那我们下面开始游戏 好 我们怎么分配啊 我面积大 我好盖一点 我睡好了好不好 熬犬长手长脚好了 你们男团女团的负责搬运 好不好 好 可以啊 好晕 我们是多想赢 为了你赢 不要敞开比较好 因为越敞开越薄 越容易飘 越松嘛对 我们先试一下吧 1 2 3 虽然说不能抛太高 现在我们宝藏堂的嘉宾准备 开始 漂亮好 两个人一开始就撞在一起 好的熬犬好的 中方圆熬 我可以一次性扎两个吗 不可以 空雪儿真的厉害 空雪儿 空雪儿 你没同意 有生命在玩 这个游戏 我怕雪儿直接会后空翻 空雪儿 空雪儿不会甩头厉害 这都飘逸着红发 空雪儿 空雪儿 好 空雪儿胜负就在你身上 空雪儿 我的裤子要掉 空雪儿在M1路上翻盘如飞 盘上盘下 空雪儿 空雪儿 泊 T 宋芳源你要掉下去了 宋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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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你要理解一个人的体力 你倒是过来一天 三个 宋芳源几乎要一个人完成比赛了 挺好 宋芳源体力太好了 你看宋芳源完全不会累 你们俩太过分了 你们一人滚一张床垫 宋芳源一个人滚两张床垫 你们两个太过分了 你们两个就滚一张 他一个人走那么远 宋芳源好快 宋芳源 宋芳源我来了 宋芳源我来了 宋芳源 没了 没了 来了 倒不了 倒不表演中了 来 来平 来 一二三 不要辜负了我 快点 一二三 可以了 有了 可以了 多少 多久 宝藏团的嘉宾 三分零八 你们又额外 每人又获得两个 送给粉丝的福利 你好厉害 夺冠公权同学 我们这一次 柯桥的探寻宝藏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 让我们期待 我们下一站的宝藏之旅 好 耶 这两天的旅程我觉得非常棒 去到这些地方呢 你就可以把心静下来 城市的急躁跟乡村的步调 综合一下 我觉得可以让整个人状态都比较舒服 一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村子的体系上特别好 他们特别的会利用他们独有的资源 去创造出属于他们的价值 然后也不破坏这个自然的环境 我更多的是了解到 中国还是有这么多 就是从以前留下来的一些手艺啊 或者一些传承的文化类的东西 都是很珍贵 很宝藏的东西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古铁山保护区 这里很阴冷潮湿 你也不知道怎么说是野兽触摸 危险也很大的 救命 全球最大的分教博物 好 这个背 我有密集服务设 这很薄的啊 感谢首席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除了媒体现量一热 杂卡尔新闻客户 安卓备纸 你让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小七哥你怎么可以守不动啊